俗话说,真正的人生是从60岁开始,许多人到了退休年纪后,才拥有足够的时间培养个人兴趣。 也因此,退休宅对居者的后半段人生更为重要。 今天就是爱助设计家带您一起来看四款退休宅的设计,体验人生新阶段的不同面貌。 在第一个案例中,屋主喜好新古典风格,供领域以白色基底,搭做大理石金箔元素,打造低调奢华的饮兵门面, 同时还与玄关规划多处精能展示,满足屋主的丰富收藏。 因为屋主常会有访客的需求,所以我们在入口以一个隔瓶来做一个区隔,地板搭配大理石的分割,营造一点奢华的感觉。 有展示功能的鞋柜,就可以分割出一个玄关的空间。 在客厅营造这个新古典的一个风格,电视墙这边,我们采用一个精算的大理石去布成主要的电视墙面。 两边再搭配上金箔对称的一个搭配,然后呈现一点古典的氛围。 金箔这道墙上面,我们特地做一个弧形面的设计,贵金属的质感能够有产生点流动的感觉。 比较轻的一个淡雅的一个古典的氛围,而不是一个那么浓重的古典的感觉。 第二个案例为了满足瑜伽式需求。 空间以独特的框井手法包覆合适,形成独立的多功能空间,同时逞于加入夹杀玻璃门,提高空间流动性,实现人文产意的低调素养。 多功能是这间的画呢,因为它主要的功能,它是希望说做瑜伽啦,或者朋友来的话,可以坐在那边聊天。 所以在处理上面的话呢,其实我们把它处理得比较像是合适的概念。 但是我又希望说这个立面看起来是更加的有点仪式感,所以把它用一个建筑的框井的手法来处理。 第三个案例拥有绝佳的景观条件,因此设计上保留大面窗井,并且和开放式的公领域带来舒心放松的退休环境。 而在整体色调上,泽彩宁静的双灰色,同时搭做天然材质的表现,实现回归自然的养生心境。 这个屋主的背景是一个长期在洛杉矶的华人,他选择留下一个他将来退休要居住的住宅。 它有一望无际的城市的绿带,就像一个城市方舟的感受。 我们希望能够将艺术生活绿意这样子的设计的理念,完全地融入在这个空间当中。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很过度的一个色彩,去将种种的细节堆叠成为这个暗场的一个场所精神。 在色调定调以后,我们设定为双灰色,作为城市的刷蛋的色彩。 那也带出一种宁静跟沉静的一种感受。 那在材质上,我们希望能够用最天然的方式,用意大利的水波纹木皮,去呼应这种杀岩质感的一个电视墙的机理。 再透过混搭艺术品,以及艺术器的一个机理的材质,去让空间中的整体,能够很自然地去融合在整体的一个设计里。 以四个现代简约退休宅,为了配合空间整齐好打理的需求,将梁柱化为隐藏收纳空间, 并透过手刮金粉墙及光带展示架结合,以及地平泼墨山水的大理石, 让青史区成为简约精致的宫领域端景。 我们从玄关到那玄关,整个用一个泼墨山水的处理方式去做地平, 去区隔它跟客厅公领域的一个视觉。 转折之后,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青史区, 其实是它的未来生活重心,因为那个地方它就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中道, 三五好游来,可以在那边聊聊天,泡咖啡,很好的一个地方。 两夫妻在家的时候,它希望说东西收完是干干净净的,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岛青史区呢,除了这个敞开的一个盛放展示架以外, 我们就找不到其他的一个开放洞或者是展示洞。 盛板发光的部分呢,我们希望说在一进来的一个主墙面, 带一点金属感觉的特殊棋,它带一点金粉的一个手刮效果。 那这些收纳柜呢,其实我们是利用原本有个柱位, 拉齐之后呢,去化成一条直线。 那相对的后面可能会有开关箱什么,全部被我们收在里面。 所以在视觉你会觉得说,哇,一进来它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空间, 很简约的一个视觉设计。 现代人因着工作繁忙,往往到了退休年龄, 才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放松,享受嗜好。 藉由四款退休宅设计,让每位屋主都能在专属的空间中, 重新感受自我,品味生活, 影响充实美好的退休人生。